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這個1Q博士的環節,又是我世榮,跟大家見面,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,歡迎訂閱,按右邊的四星豬就可以見到的啦 好了,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,有什麼好呢?除了有1Q博士這些節目看之外,都可以帶大家今晚看這個隔夜非天才驚,還有這個景品,賽馬報告,星期五賽馬檔案,甚至乎明天怕被你帶,下周三還有我LIVE做節目,節目調動關係,所以星期六我就做不到直播了 好了,事不宜遲,馬上帶大家看看,今次的1Q博士有什麼1Q博士,看了這麼多場,博士而已 好了,馬上帶大家看看第四場四班1200的精選場次,我的精選場次 做膽還有這筆年底褲賬,其實這筆馬你按堅仔賽馬,在三甲,1000米雖然贏過,但1200米也曾經贏過小偉人比較強的馬,而當時是57分,他仍然很年輕 現在他全屬的平均比當時更低,雖然不是官鈞,但官鈞走去騎馬輝煌 不過斯蘭有個內甲點也比較好,他也試過進度到在三班,輸給平海掌聲 平海掌聲連連官樂都可以贏,根本是很厲害的馬來的 所以這些馬,他對千二,上次在一千那裡閃閃身都最近了 你別以為他第四輸了五個馬位是被人很差的 其實你看右邊的照片你就知道,他是被兩匹馬扔掉了才會這樣 現在一千明顯短,所以增程是對的 增程之後,當然是不用蘇明倫,變回國能就退飛了 所以這些馬,怎麽都有點分頭,我相信官鈞那隻飛馬輝煌 一膽三腳拖一十二六,應該是適合的 如果大家想保守一點,買位置Q也可以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,多謝大家收看一Q博士 千萬不要下開,我們等一會再見,拜拜 拜拜